因为在今年的疫情当中 我们在七月中的时候 举办了一场高雄的线上短宣 那我们想要让台北的同工 跟高雄的同工 有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设立了一个 这样的高雄的问答题 都是高雄在地的问答题 让不管台北的同工 跟高雄的BEST 都能更加的拉近彼此 能更多认识高雄 让我们的都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欲罢 不能参与在这其中 这是我第一次担当短宣队的领队 那其实我不擅长沟通 那在这一块当中 感谢区长的建议 让我知道该如何去跟同工 分派这些工作 与他们沟通协调 那也透过祷告当中 将我更多的忧虑 都卸在神的手中 我只跟他们讲 他们是大能的勇士 就他们都 其实做出来的效果都很好 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好棒 让我学习到当一个领队当中 不是紧紧抓住一切的服饰 而是将这些服饰成全 造就在这些同工身上 当我释放这些权力跟能力 给他们这些同工的时候 我看见同工真实在经历到 生命当中的改变跟突破 以及更新 我很感谢牧区跟权柄的成全 让我有机会参与 在这高雄短宣队当中 真是太荣幸了 我是这次A10捨起牧区参加桃园短宣的 然后我们是办线上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时候想要办实体 但是又没办法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 就是在讨论过后决定要办线上 那这次主要是for孩子们的 我们叫做脑洞Smart营 我们这次是用一个比较游戏的方式 去让这个整个营会变得是一边玩一边学习 特别想要提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课本里面有 就是有引用一些可能 可能跟上帝属性是有关的一些文章 然后请孩子们就是跟我们一起阅读 那其实也在这当中 我们也是默默地带下一些福音的本质给孩子们 对 然后也让他们去稍微认识一下 哦 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或者是在这个当中 其他人是怎么去经历神 对 然后孩子们其实就当成是故事 他们也吸收得很快 对 然后甚至是还会分享说 哦 老师我刚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就是 他们的感受是很直接的 对 然后我自己是 有甚至有时候会被他们的天真感动到 我觉得很感谢神让我的工作 本身就是跟美术设计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就是在这次当中 我找就是去包装整个短宣 不论是事前的一些推播啊 还有一些预告的DM等等 就是我就在当中就是包办这一切的主视觉 我不是本科系的学生 但我在职场里面也熟悉了这些操作 就是软体的操作啊 一些美感的一些训练等等 以至于我在这当中 我可以有很好的创意发想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非常感谢神 让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去见证了 就是筹备了一年 但是就是顺利的在最后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营会 这次我参加的是板桥短宣队 结合了青年成人 我们一块的来服侍儿童 那这是一个儿童的理财品格营 我们也运用了RPG RPG使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两代关系 包括青年啊 包括成人 也包括华冠的姐妹 所以在这个RPG里面 就使这个不熟悉的两代关系 更加的凝聚与合一 成人要在这个品格营里面 对孩子做见证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成人 不是那么的熟悉线上 然后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这些青年就立刻的 成为成人的一个救援 短宣中的敬拜也使我重新得力 可以调转眼目向神 因为我可以跟着儿童啊 青年特别是青年 他们可以在诗歌里面 他们可以编排很多的动作 那自己呢 就回转向小孩子的一个喜乐 使我如释重负 我可以看到 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改编师 我原先是一个相当软弱的人 但是当我去的时候 好像很多的时候 我的软弱就摆到一边了 好像我真的在短宣队里面 我的刚强也超乎我自己所想象的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你曾经觉得很软弱 你就可以在短宣队里面 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 不是因为你能做什么 也不是因为你会做什么 所以神自然就使用你 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 所以鼓励你跟我一起 来更多的经历神 更多的备身使用 感谢大家的福音的出口 感谢大家的福音的出口 感谢大家的福音的出口